真正聪明的人,闭口不谈自己的这几个隐私,情商低的人却逢人就说,真正有大智慧的人,基本都是含蓄内敛低调的,虽然偶尔会高谈阔论,但始终是有分寸的,不该说的事情,从来不会对外宣扬,尤其是跟自身相关的。 而有些人见面三分数,单凭一张嘴,几分钟就把自己的祖宗三代都交代得明明白白,这样的人,不但没有一点神秘感,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,真正有大智慧的人,关于自己的这些隐私,从来不会对外人说的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些新感悟,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不谈论自己的家境。 曾听过一个故事,公司的经理在上司面前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家境,表示自己不仅要防房贷车贷,还要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,妻子帮不上忙,自己的压力太大了,你以为这个经理会得到上司的同情吗? 结果是经理被公司降薪了,却还更加拼命的工作,因为公司知道他不能失去这份工作,所以才对其狠狠的压榨,现实社会往往更加残酷,一个人倘若总是谈论自己的家境贫穷,得到的往往不是善意和同情。 而是压榨于欺凌,聪明的人,无论自己的家境好坏,都不会轻易透露给旁人,他们既不利用良好的家境,展示自己的优越感,也不企图用贫寒的家境来博取他人的同情。 而是专注于修炼自己本身,财务状况,财务状况,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,在社交场合贸然透露自己的收入,支出和应付账单,会让人觉得你在炫耀,聪明人在处理财务时总是保持低调,并需要谨慎思考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务隐私,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,往往会直接关系到他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。 如果你的财务情况被暴露,则可能引发各种问题和困扰,例如朋友之间的猜疑,互相攀比和嫉妒等,因此即便你的经济状况非常优秀,也一定要保持谨慎,避免将自己的财务状况公之于众。 有些人认为朋友之间没有秘密,却忽略了其中内在的危险,对他人的成见,人与人之间相处,别高估了人性,夸人的话可以脱口而出,损人的话要三思, 不要盲目相信别人,更不要在别人面前说别人的不是,否则你将卷入是非之中,让自己活得更加难看,在电视剧《少年派2》中。 林妙妙到电视台实习,在和同事一起外出采访的时候,忍不住吐槽起电视台来,虽然大家开玩笑录着视频,但是林妙妙很相信同事们不会将视频传给领导, 于是他意图为快,说对他人的成见,说公私的不是,结果第二天视频就传到了公私高层那里,林妙妙因此丢了工作,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守不住自己的嘴,四处张扬对别人的成见,最后一定会树敌无数,不谈八卦,八卦顾名思义,事关别人的私人生活和流言蜚语,聪明的人从不谈论八卦。 一是对自己的生活毫无注意,二是消耗的时间与精力,不如想想自己,聪明的人,懂得尊重的意义,知道要保护他人的隐私,即便自己心知肚明,也不会在公共场合与他人谈论,八卦的传播不但对当事人产生困扰,还会对自己引起不必要的麻烦,毕竟涉及到个人的私事和尊严, 别人有权声讨,我们都知道,给别人以台阶和尊重的人,总是受人欢迎和信任的,从他口中听不到任何关于其他人的传言,这样的人给别人的印象,既稳重又靠谱,当今社会。 每个人都遭遇信任危机,有智慧的人不会将这些事宣之于口,既是避免无聊的纷争,又是树立自己的形象,专注自己的生活,自己做过的亏心事。 一句顶一万句中,杨柏顺的老爹,考虑到二儿子杨柏顺和小儿子杨柏丽日后谋生活的手艺,就和朋友老马商量后,用抓揪的办法来决定谁去念书,谁来继承自己的一波卖豆腐。 杨柏顺不知内情,很倒霉的选中了不上,其实另一个揪也是不上,他得知这些是因为自己的老爹把其中的内情。 口无遮拦地告诉了自己的朋友老马,老马又告诉了老吕,老吕最终出卖了老杨,告诉了杨柏顺,导致杨柏顺与自己的爹嫌隙从生,可见,人最好别做亏心事,要是真做了,即使毁过做出补偿还好,分享与爆棚,四处分享就大错特错了。 有的人天真的认为,只有把自己的隐私告知他人,才能维系彼此的情意,其实这是愚昧无知的表现,自己的感情经历,人跟人是不一样的,可能你把别人当自己人对待,毫无保留,但不见得对方就会同样对你,感情的事情是简不断。 李还乱,最好不要过多地跟别人诉说,要知道,可能在别人眼里,不见得就会同情你,站在你这一边,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,还会恶意抹黑,影响你的名誉,有些事,不要随便去诉说,自己的感情没必要过多的提起,以免被不怀好意的人打击报复,你永远都不知道,外人是如何看你的,所以最好要懂得有所保留,感情的事情本来就说不清楚,即使不是你的问题, 在有心人眼里也会定义你的不是,不说别人的缺点,虽然说谁人背后不说人,谁人背后无人说,在朋友闲聊时,说几句别人的闲话,好像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但是一件事,并不是因为它常见,就代表一定是正确的,说别人的缺点,就等于是在背后议论别人,是一件非常没有道德的事情,就算你在说起别人的缺点时并没有恶意,但是你永远不知道,你的话经过其他人, 他人的口多次传播之后,会扭曲成一种什么样子,可能本来只是你的一句无心之言,却成了伤害别人最锋利的武技,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做的有问题,你完全可以和他进行私下沟通,既可以帮助他改正缺点,也能够让他知道你是为他好,不谈及关于人生目标的隐私,怀男子里说,言不苟出,行不苟为, 择善而后从事焉,不加选择的说话,往往会酿成无妄之灾,认为说出口的话无关紧要,却悄无声息掀起波澜,为以后埋下祸患,就如现实生活中,有些人总是轻而易举的将以后的目标透露给别人,他们或许只是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,又或者随口一说,但别人或许会记在心里,目标无法实现时, 他人就会投来鄙夷的目光,当你的目标恰好能被对方所虚视,对方就可能取而代之,还未达到的目标,就像是一个致苗,会被风吹倒,也可能被他人摘走,只有小心翼翼的保护,才能等来他开花结果的那天,对未来的梦想与规划,胸怀大智者,应当秉承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心态,多拿出实际行动,少说空话大话,空谈误果,实干兴邦,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,对于个人来说意识,心中有理想与规划是好事,但不能逢人就说,这样只会显得你自己不踏实,也有可能在别人的一生生赞叹中迷失自我,文一多先生曾说过,人家说了再做,我是做了再说,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,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,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,无论是生活还是人生,都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行动派,少说话而多做事, 这是一种习惯的养成,总有人大大咧咧的说着自己将来要怎样怎样干一番大事业,这样的言语在旁人看来不过是空口白话而已,自己的风流运势,不是所有的朋友,在各个方面都会完全一样, 有些人适合吃喝玩乐,实际上骨子里根本不是一路人,有人沾话惹草,有人一心一意只爱一个人,后者说出口献煞旁人,前者却不可以摆在明面上说出来,私下里的那些风流运势,一旦说出口,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埋了一个雷, 你保不准哪一天就会有人抖搂出去,一旦事情爆发,就是给你们的友谊制造危机,很有可能并不是对方说出口的, 但是你的第一直觉就会怀疑到那个人身上,而且作为朋友,有些是根本不便参与, 尤其是情感方面的私事,无论是劝戒还是支持,好像都不合适,感情终归是自己的事,别人不便插手, 感情方面的私事,别轻易透露,与给予她都无好处,而女的私事,每一个人,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很多不好的一面, 我们一定要知道,凡是涉及到儿女的私事,也不要向别人说起,因为有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错,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说出来,你就没办法收场,不要总是想得太简单, 其实任何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比较复杂的,凡是涉及到任何思想的事情都应该知道, 只能够自己知道,大多数时候,大多数事情一旦被别人知道之后,就会导致更多可怕的结果, 这一点很关键,我们要明白自己的处境,真正的去做好该做的事情, 这才是最关键,夫妻间的矛盾,和婆媳矛盾一样, 不可向外人表达,俗话说,一日夫妻百日恩,即使矛盾再大, 只要双方能够及时沟通,就会将矛盾给化解, 生活中有很多恩爱的家庭常常让人羡慕, 但其实在怎么恩爱的家庭,都会有矛盾的产生, 只不过他们不会向外人表达自己家庭中的矛盾, 很懂得隐藏自己,这样的人可以说非常聪明, 夫妻间的矛盾本该夫妻之间去解决,没必要和别人数说, 而一个真正精明的人,往往都懂得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, 如果经常和别人讲述,很有可能会让对方对你产生厌烦感, 觉得你们夫妻两之间的矛盾很大, 从而产生隔阂,有些事可以大张旗鼓的说, 有些事要学着肩默其口,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学会说话, 却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会如何闭嘴,如何说话, 是一门学问,哪些话该说,哪些话不能说, 看似微不足道,有时却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,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,有能力当好一个旁观者, 是一种福分,安静的倾听比过躁的言语, 更能赢得别人的好感,做人分辨出哪些话该说, 哪些话不能说,是一种难得的能力。